罗志祥之所以被以前的品牌给踢出来是因为利益分配不均,他这个品牌内部问题很大,除了起初的几个合伙人外。 又,又,远近了,久而久之就有了矛盾,部分人觉得罗志祥没人钱太多,又没有过多的参与品牌决策,心有不甘就把他踢出去了。 这件事发生之后,罗志祥曾想过和罗志祥曾想过和罗志祥做品牌,但是他绝大多数粉丝对中文青还是很笔质的,而且如果再开创一个新品牌耗时耗力,还得求罗志祥的合伙人问题。 所以罗志祥如今还挺坚洁的,向罗的生活大混血,静跑完固定班底大变动之后,向罗的生活也要大混血了。 那全作为投资人的何老师,与黄老师和节目组产生了一定的矛盾,节目组是想要贴运成本推便宜的新人进来,但是何黄老师不想和人,如今就继续开启拉锯债。 现实力之后,各大综艺节目都很难,毕竟上面白纸红装,规定了综艺的总片酬。 总体片酬降了,分给个人的片酬,自然会发生变动。 而作为投资分红的这个灰色地带,也很难分配。 不只是跑男女向老,最近所有老台综艺节目都投带了。 与正面跑某女星,江子星和吴景元是同款身材。 贾林都非常瘦,给人的感觉就是一阵风就能吹跑似的。 正面太瘦了,导致他俩胜镜都是脑袋大身最小,特别是江子星。 目前,江子星的孙元都是于正给的,于正对他挺好的。 他算是于正面又女配了,以于正面好合作向去,对他的发展很有利。 毕竟他不算公司里很受宠的一人,从于正的作品专博一些业度,又能让公司对他多些关注。 胡歌有一生,胡歌在电视剧领域,已经拥有很好的成绩了。 基本上好的剧本,都让他不一顺位挑选。 不过胡歌对自己要求很高。 目前,电视剧方面,还没有他看得上的本子。 但不是缺内没有好作品,而是他不想重复的有同类角色,必须想要突破自己。 胡歌是一个人界很高的艺人,他现在正在努力往电影圈发展。 在大银沫面前,胡歌还是有很多力端的,他自己也能够看清自己。 对一些大银沫作品也不挑剔。 只求和最好的打远班底,有人彻底糊了。 有人现在的事业,已经开始走下坡利了。 主要人应有几点。 第一是公司实力不强,自己也不是很利捧。 第二是因为有人现在欲心在私人生活上,想要享受生活成交利业。 第三是有人的市场,已经被同款艺人徐东东抢给多少。 徐东东目前发展迅猛,团队把他营销成性感双人员。 许多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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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。